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讨论这个我们一共有十题的 佛法争议的佛学会考题要 第一题要跟大家讲的是第81题 这81题里面提到说佛有三生 这个三生就是法生 报生 还有印生 那什么是法生呢 其实法生就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佛性 那这个报生是什么意思呢 报生指的是我们证悟佛果之后 因为仇报我们在因地修行里面 所得到的所有的果报 所显现的庄严福德具足之生 最后一个是印生 印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千百亿化生 就是为了度众善巧方便 所开展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生 所以我们常讲佛有三生 其实大师在佛法真意里面也告诉我们 其实当我们这个佛性具足本来就有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的法生 那当我们随时在勤修这个六度 此时在试色 此时在帮助别人想着利他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产生的慈悲力影响力 那个就是我们的报生 那当然我们智慧具足 也愿意有这个杜众的胸怀的时候 我们去帮助别人千百亿化生 当我们这个需要有人来帮忙他讲经说法 我们就承担 当我们需要有人出一点劳力帮忙做义工 当我们需要有人帮忙这个传播佛法等等 当我们在直下承担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的硬化生 所以我们在佛光山要成为一个标准的佛光人 成为一个合格的菩萨 实际上我们要具足这三生 在佛法的深入 在心念的提醒 还有在行动的实践 这个就是三生之说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八十二体 八十二体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他说佛教对钱财的看法是非善非恶 佛教并不完全否定钱财 主要是看我们如何运用 如办教育 慈善 文化事业等 都需要金钱才能推动 佛经所谓敬财 善财 圣财 只要能善用金钱来弘法立身 其功德比表面庄穷更大 更有意义 更有智慧 我想我们说的佛光人都很明白 在16年因为佛教的面对一个法难 所以师父挺身而出 来讲了这个平身有话要说 实际上那个时候媒体针对佛教的钱财的过剩 然后滥用 甚至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佛光山这边来了 可是师父直接叫直求对决 意思就是直接跟大家报告 实际上佛光山不只花了几亿 佛光山花了五百亿 但这五百亿分别为这个世间留下了三百间道场 留下了五所大学 我们成就了千千万万的好苗子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佛光事业 所以实际上这个钱财的部分 他本身没有善恶的 而是看我们怎么去运用它 这个古代的这个对佛教 应该说古代佛教对这个金钱的诠释角度 都说是毒舌 实际上这个大师并不以为然 大师虽然提到这个钱财的部分 但是他也教育弟子们 不要用金钱去堆砌 而是要用智慧去创造 信徒十方捐给我们的所有净财 叫做一钱不落虚空地 一钱不落虚空地 所以我想运用钱财是智慧 获得钱财是福报 所以我们本身没有设定它好或不好 而是端看我们如何把这样子 一个净财的功能发挥到最大 放在最适当的位置 这个才是我们对金钱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 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些学者 或有一些建筑专家来到山上 他就看到山上 怎么都是水泥文化呢 这个大师告诉我们 奇怪了 我都只看到佛像 怎么他们只看到水泥呢 所以整个佛光山的建筑 实际上很多 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来处理的 因为他把钱都花在教育上面 都在文化上面 在培养佛教人才上面 这个就是大师用钱的概念 他说当花的时候几千万都要扎下去 不应该用的时候一毛都不拔 这个是大师给弟子们的教育 那第83题呢 人间佛教并不排斥感情 但主张以慈悲来运作感情 以理智来进化感情 以礼法来规范感情 以剥蕊来化导感情 其实我们讲我们情不重 不生说谱 其实有时候情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驱动力 好比说我们讲慈悲喜舍好了 这为什么有慈悲喜舍这样的次第呢 因为慈呢 就是我们希望给人快乐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动机 因为我们是有情 所以我们讲菩萨是绝有情 所以情这个字本身 就跟上一题讲的金钱一样 它没有好跟坏的分别 而是一种现象存在 当我们想要给别人快乐的时候 我们发现 原来别人在苦痛之中 所以我们想要拔除他的苦痛 这个就是悲 那之后呢 我们要给他的喜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娱乐拔苦之后的那个喜 应该讲是在法上 在理上 在思想道德上 透彻的明白了解之后 产生的那种喜乐感 这个就是喜 最后呢 我们的舍是指说 舍针对慈悲喜 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能够把这个局限性的 诱线性的方法都一并舍掉 这个就是慈悲喜舍的一个赤地顺序 所以人间佛教的主张 我们应该用慈悲来运作感情 大师说爱的极致就是慈悲 所以慈悲来带着我们感情 这个是最完整的安排 第二个以理智来进化感情 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达到这个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因为我们的爱有染拙 这染拙呢 包含了我们的这个非理智 我们的情感感性在里面 所以大师教育我们 我们应该用理智 来进化我们的感情 第三点呢 用理法来规范感情 就像儒家所说的非理悟事 非理悟言 非理悟听 就像我们在戒律的遵守上一样 当我们依循着 应当正当的轨道上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走错路 才不会偏了 才不会离我们的目标 越来越远 最后一个 以波蕊来化导感情 实际上这波蕊的赤地呢 这个大师也给我们很多的教育 凡夫的波蕊是指 正见 这个身文原觉的波蕊 指的是了解缘起 到了菩萨的赤地呢 他们了解这个信空 最后只有到佛的境界 才能够透彻明白波蕊 但是波蕊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讲波蕊在六度里面 如果没有以波蕊为导的 其他的五个项目 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偏离佛法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情感 不是不好的事情 它是一个驱动力 但是我们要用智慧 来带领着我们前进 这就是我们八十三题 简单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八十四题 它说佛教是快乐幸福的宗教 信仰可以带给我们光明 善美远离恐怖 因此佛教徒要有人间性格 自己可以清贫淡薄 有出世的思想 但也要有入世洪化的全巧方便 如果一贯用恐吓的手段 必然会阻碍佛教的发展空间 其实佛陀当初降旦世间 世教利息 它的目标只有让大家离苦 然后得乐 所以它是为了欢喜而来的 就像大师常常教育我们 我们是为了欢喜而来的 佛光山的特产是什么 是欢喜 它所有的教法 都是为了让人家得到幸福安乐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大师 对自己的一个评价的觊觎里面 心怀度众慈悲愿 身世伐海不细周 问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照五周 所以大师的一切的教法 都是为了让人家欢喜得到快乐的 而不是这种觉得说 这个佛教素知高格 跟我的生命没有相关 所以大师一再的教育弟子 跟弟子说 如果我们的佛教 没有办法解除信徒的苦难 不能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运用的话 那这些大众是不会拥抱这个佛教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思想之下 我们就很明白 我们所有的佛光人 就必须具足这个菩萨的人间性格 人间性格就是当说要说 当笑要笑 这个凡事有益的事情 不能少我们一份 凡事有害于社会的 不能多我们一份 我们了解人间的忧悲苦恼之后 要运用我们对佛法的知见认识 给予他们最肯切最真实的帮助 我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人间性格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要有出世的思想之外 我们要有入世的方便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在修这个六度万恨 六度呢 我们讲灯死地菩萨 这个前六地呢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六度的前六项 可是第七地它的重点在哪里 它的重点就在修全巧方便 善巧方便 所以当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 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智慧 达到这个善巧方便的功能 大师很多很久以前这个带领着所有的 这个皈依的徒众 在大声的呼喊我是佛这个过程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师的全巧方便 对这个其中争议不明白的人会觉得说 哎呦我们怎么可以妄语啊 实际上我认为大师是带大家在做一种发愿 自我期许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刚刚 受完三坛大戒之后呢 大师召集了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戒指 跟我们讲说传统的佛教 它或许很多的地方在流传的过程里面 这个有了变化 不像原本的样貌了 所以呢很多的都告诉你 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 有恐吓的手段 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他不会用恐吓的方式来局限大家的 他应该要积极的扬善 积极的让大家感觉到美好 那个才是佛教最好的善巧方便 所以呢这个是八十四题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八十五题 八十五题呢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杀身固然是犯戒 但心无杀心 杀念更为重要 佛教从戒杀身到戒除杀心 是提醒我们慈悲为修行根本 从爱己到爱人 把慈爱的互念遍及一切众生 这个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大师非常著名的这个故事 他有一次到了小琉球 这个岛上的居民呢 非常的诚恳的跟大师说 我们很想信佛教 但是光这一条不杀身 我们就没办法做到了 大师告诉他们 你们现在这个捕鱼啊 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使然 所以我们在捕鱼的时候 我们不是为了要杀死它 而是为了要维生 虽然呢我们在做这个捕鱼的这件事情 当然有它的这个必然存在的夜报 但是当我们心念不同的时候 这个一切结构都会不同的 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的法官啊 在判罪的时候 他也会针对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你是抱持怎么样的心态心念 而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来判罪的轻跟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是你的心所想的 后来所产生的事情 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但它的起始点 就是那个心念 才是佛教里面最关键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呢 杀身固然犯戒 但是没有杀心跟杀念 实际上呢更为重要 当我们能够培养这个 掌养慈悲的心念的时候 我们把这样的心念 扩及到自己的 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 再往外扩及到不认识的大众 最后呢 我们期望这个世间 不管有情还是无情 都能够这个同源总治 我想这就是一个心念慈悲 的扩大 这个自我的完成圆满 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是第85题 接下来呢 谈86题 86题呢 它是这样写的 它说 放生要随缘行之 不要刻意放生 比放生更重要的 是要能护生 而护生最大的意义是 放人一条深路 这个其实呢 这个近年来啊 非常多非常多的团体 很提倡放生 当然这个放生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好的本意 但是呢 大师就常讲这个故事啊 这个有一个人要做了 这个70岁的大寿了 所以呢 他就去交代他的仆人 仆人呢 就跑去找商人 这个明天我们家老爷 70岁大寿 他要放生啊 你帮我抓100只鸟来给我放啊 师父说这个放放抓抓 抓抓放放之间 不知道物伤了多少森林啊 所以呢 大师其实非常不提倡这个放生的 尤其这个世间上的物种啊 本来有它的栖息地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 这个适合在淡水里面的鱼呢 抓来放到咸水里面 大师说这个不叫放生啊 这个叫放死啊 所以呢 大师还是回归到最重要的 我们的心念上 真正的放生是什么呢 是放人一条深路啊 而且呢 佛法真意里面提到 其实除了这个放生之外 更重要的叫什么 叫做护生 护生大师也给了一个 非常棒的定义啊 他说护生 什么叫护生 除了爱护身边的人之外呢 你这个 这个桌子好好的使用他 延长他的使用寿命 他就是护生 这个杯子我好好的端他 不要不小心打破他 这个就是护生 珍惜自己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啊 这一寸光一寸金 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 运用的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就是最积极的护生 所以我想这个不要灼在放生这个向上 而导致了我们更悲惨的结果 而是应该回归到我们积极爱护的所有的生命 不管那是有情无情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放生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是第87题 这个87题呢 是说佛教徒对于政治 究竟是应该积极参与 还是消极观望呢 太虚大师提出问政不甘致的看法 可以说是最为客观 中肯最具有智慧的见解 其实我们从以前就常常上课 什么叫政治呢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情 大师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身为一个国民 关心自己的国家是必然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出家人不能够去关心政治呢 我们又没有被此夺公权 我们还是公民 何况在人间佛教的宗要里面 大师第一条就提到家国为尊 其实古代的大德也讲了一个概念 叫做不依国主佛事难理 所以太虚大师提出的问政不甘致 我想真的是一个最好我们依寻的闺孽 就是说我们共同参与大众的福祉 我们共同参与大众的决策 我们提出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 我们身为一个出家人 应该为名喉舌的地方 提出一个正确的概念 为各位谋求幸福 但是我们不甘致 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 照顾好我们身边的人 提出正确的思想见解 给执政者做最好的参考 以及提醒 我想这是我们出家人一个本分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这个佛教普门大概普遍的济世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不好的政策之下 所影响的可能是更胜更广 所以一个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这个是大师给我们的教育 所以我们针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方向的政治 其实我们应该有提出见言的能力 问证不甘致 好 接下来提到八十八题 八十八题是这样说的 它说所谓心灵环保 即是思想 观念 语言 心意的进化 例如拒绝垃圾知识 思想不被污染 就是思想的环保 观念正确 凡事正面思考 就是观念的环保 口业清净 不两舌 不恶口 就是语言的环保 心中无烦恼 嫉妒 不平 愤恨等情绪 就是心意的环保 大师曾经在国际佛光会的大会上 提出了一个环保与心保的概念 我记得一次在无意间 听到大师说 这些人不懂真正的环保 心保都没有做好了 谈什么环保 其实我在听的当下不甚理解 我就觉得说心保归心保 环保归环保 环保可以透过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知识可以巩固 那心保是我们心念上的提升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经过岁月的过程 慢慢的 我觉得师傅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其实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去了解 现在所存在的那么多的环保议题 你追根救援 其实都是人心的贪嗔痴 造成现在的这个地球的浩劫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正确的观念之见 我觉得环保议题确实是可以改善的 大师其实这个讲的就是修这个时善的概念 大师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观念思想语言心意的进化 就是思想的环保 这个观念正确正面思考是观念的环保 不两舌不恶口 口业情景是语言的环保 这个不要称恨嫉妒愤恨 就是心意的环保 当我们每个人都心存正念 都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方寸 有一块净土的时候 我们何愁 我们不会有一个很棒的依报呢 就是有一个很棒的地球 所以大师曾经在这个教育弟子的过程里面 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世界和平 他说希望能够万家生佛 心中有佛 所以心中有佛 其实就是我们内心贪嗔吃不起 当我们贪嗔吃不起 我觉得我们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这个环境是指日可待的 好 第89题提到的是波瑞最大的功用 不是谈说辩论 它在我们的生活里 可以成为我们最高的人生智慧 有了波瑞 很多的不足不明白 都能获得弥补了然 波瑞也是有程度之分 有层次之别的 例如建立正见了之缘起 再透过空和有的调和 即可见到真相的波瑞 帮我们脱离世间的痛苦 实际上谈到这个波瑞 这个是一个翻译 直译 其实它在讲的叫做聪明之上 智慧之上 就是说超越了智慧 更上层那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绝对善的智慧 绝对圆满的智慧 所以这个 我前面有简单的提到 在大师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其实波瑞就像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学生 但是学生有小学生 中学生大学生 但是我们都通称为学生 就像菩萨也是有次第的 但是他们都通称为菩萨 波瑞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 凡夫的波瑞就是具足正见 我们了解这个有善有恶 有前世 有这个因果轮回 这个就是凡夫的波瑞正见 接下来声闻原诀里面是 讲这个缘起 他明白一切都是缘起而有的 所以因为缘起 所以自然也会缘善 但是因为他了解缘起之后 他习惯性的 只把自己能够照顾好的地方处理好 但是他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不造成别人的困扰了 所以这也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罗汉境界 声闻原诀的这个波瑞 接下来就讲到菩萨的波瑞 因为菩萨了解了这个信空的特质 所以他在这个救苦救难的时候 他可以了解这些苦难是可以转换的 他可以了解这些苦难本身的构成 本身的构成就是缘起而有 所以他的信空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积极 透过我们的慈悲 透过我们的爱与 不失 同事社等等的方法 来让这个苦难能够拔除掉 所以这个菩萨具足的波瑞 就是对信空这件事情的深刻提论了解 那当然到了佛的波瑞 就是最究竟圆满的波瑞 那这个佛的波瑞 当然就不是我们这个可以论述的 但是我们总是知道 波瑞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次第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这个第九十题 佛教所说的三法印 是指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尽 只要是合乎三法印的 例如佛陀所证悟的真理 包括缘起忠道 一切众生平等 这些观念 我们都要能依教奉勤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佛陀当初在开示说法的时候提到 他所说出来的法 就像指甲里面的围城这样子 他还没有说的法 如大地土这么多 其实呢 这个只要佛陀透彻了解了 缘起忠道的道理之后 他目所处及的一切都是佛法 他都能够为不同的根气的解说 所谓佛说一切法 为治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大家都随类各德节在讲的时候 应该以何所来做依据判别呢 佛陀就教育我们 其实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法印 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叫做放诸四海皆存 超越时间空间 什么意思 就是佛陀说的真理 不会因为在佛光山就是对的 拿到了台北之后 他就是错的了 也不会因为说在台湾是对的 拿到美国之后就是错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2600年前说的时候很有道理 不会到2600年之后说 他就不成立了 所以这个完全都符合三法印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即进 所以当我们对这三个三法印能够透彻了解的时候 我们在遇到困顿要判别的时候 去思维这些道理有没有符合佛陀给我们的这三颗印章 如果都符合了那就符合佛说的法了 那这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题呢是第91题 新云大师在佛法争议里曾高声的呼吁 因为佛陀是倡导佛性平等的 不只是白衣可以上座说法 过去还有野干说法都能让人得度 国际佛光会成立在家信徒可以传道的谈讲师 谈教师制度在全世界讲经说法 我们应该感念弘扬佛法 祝佛熏扬的在家白衣居士 以及许多正性正派的大德朋友们 对于社会的进化 对人心的安顿 对佛法的宣扬都是功德无量的 这个我就想到说 其实大师教育我们 他一直强调身性平等这件事情 因为佛陀就已经倡导了佛性平等 人人本具各个不无 但是呢师父说佛教发展到后来 怎么变成了一个残缺的佛教 什么叫残缺的佛教呢 他拥抱山林不拥抱都市 他拥抱寺院不拥抱家庭 他拥抱身重不拥抱信重 他重视自立不重视利他 他重视个人忽略大众 其实我想大师用这么美的语言来诠释这件事情 其实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佛光人认真的省事的 我们是不是也在帮忙发挥了一个残缺的佛教呢 还是我们能够在大师的领导之下 对人间佛教充满信心 来圆满一个最具足身性平等最圆满的佛教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非常多非常多了不起的这个谈讲师 谈教师帮忙我们等于跟这个祝佛宣扬一样的 到处的来讲说正信的佛教 来给大家正确的观念 来拔除大家的苦痛 获得永恒的安乐 我想这些人我们是要值得赞叹的 包含我们所有的这个身重也一样 所有的福导法是一样 我们应该针对这些发心的在家信重 给他奖励给他称赞 有时候呢大师说我们的身重 可能这个以几千人几千人来算 但是我们的信重是以几万人几万人来计算的 难道我们要重视这几千人 而忽略这几万人的力量吗 所以呢如果有的时候 或许这个在家重有更深刻的涵养 对佛教更深刻的认识 对世间法更通透了解 我们都要给予赞叹 我们讲学习功德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所以以上呢简单的实题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师给予我们的人间佛教 在这个佛法争议里面 找到真正永恒的平安幸福快乐 祝福大家 谢谢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